哈囉大家,我是岩霸 我是大木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可以最準時收到我們的訊息 還可以到官網捐款支持我們喔 然後在看影片的同時,也可以請大家找我看 這個小散彈究竟出現在哪呢? 找到朋友在留言區跟我們分享喔 好啦,那我們就一起開始看影片囉 大家的表現非常好 值得嘉獎 等一下去見國王了 我該不會忘記拉拉列了 我該伸手現在去瞧瞧看嗎? 看一下有沒有 不行,我現在不能在國王面前,小壞家 如果我瞧了中國,我看到你都不知道殺頭 我就死掉了 衛聯、霍歇爾 衛聯、霍歇爾 竟然在國王面前破壞 衛聯、霍歇爾 你在之前的戰爭中不戰而逃 已經犯了逃兵罪 你可知罪 不是吧,我只是在聚樂隊吹喇叭的 這樣打起來會幹嘛? 當以後是能上辦法 很好,看來你有在反省 不過,後來 你往天文學界發展 才發現了太陽系的新行星 天王星 值得嘉獎 您過獎了 我過獎了 因此 國王陛下 決定赦免你的逃兵之罪 並且任命你為皇家天文官 繼續為皇家奉獻 所以當天文官到底要做什麼? 總之 就先做一份你自己觀察到的星空圖吧 哥 老妹這很無聊耶 公務員嘛 不過說到公務員 我最近因為薪水變高了 我猜阿民那傢伙一定會跑來找我借錢 對啊 哥,阿民那個東西叫借錢嗎? 他有還過你嗎? 不是嘛 人家有他的苦衷啊 他有 是喔 買PS6算什麼苦衷 我真的看不懂啊 不過哥 你現在好歹也算是個高階政府官員耶 就不能拿出一點氣勢叫他還錢嗎? 不是嘛 為人就是要和平啊 Love and Peace 然後要文良公儉讓嘛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跟家人以外人都沒辦法正常說話 好啦,算了算 你就先趕快把你的工作做好吧 誒,話說你覺得啊 如果我把官方的星空圖拿過來 記得照明啊 接著補上一些我新發現的星星 大家看不看得出來 喔,看不出來 你還蠻有當公務員的天分的耶 當然是不行啊 喔唷,可是畫這個很無聊耶 而且,依照自新說的理論 天上那些會發光的恆星 根本就不會動啊 只有那些不會發光的小行星才會動 所以,星星都一樣我就照苗嘛 唉,你要是在面對阿民的時候 也是沒有想法就好啦 不行,給我乖乖的話 為什麼別人的妹妹她就 你講,你講不要太累 我的妹妹卻連是男的是女的我都不知道 你說什麼啊 我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我最喜歡星空圖了 一閃一閃亮晶晶 天吧 滿天都是小星星 掛在天上放光明 好像一顆小眼睛 一閃一閃亮晶晶 等一下 這... 唉,你過來起來 你過來起來 怎麼了 我剛剛想說看星星有沒有漏畫的 於是我就把以前官方圖拿出來對照 是不是想抄人家 不是,對照 對照 只是想看有沒有漏畫 不是,重點是我發現 你看 我畫的星星的位置 跟以前的星空圖 位置不一樣耶 這...會不會是誤差啊 我稍微找一些之前的資料來好了 這張是更早之前的星空圖 你看一下好不好 你看 更早之前的這張的恒星位置 也跟現在的不太一樣 你看 跟我畫的位置又差更多了 時間越久 恒星位置的落差越大 我想這不是誤差 該不會... 恒星會移動吧 恒星既然動了 這個發現令赫歇爾十分震驚 因為當初日星說認為 恒星是不會動的 而他想到 觀察到物體在動的時候 有可能是物體動 也有可能是他自己動了 於是赫歇爾猜想 這個移動 要嘛是恒星真的在動 不然就是整個太陽系都動了 為了驗證他的猜想 他找了二十幾顆容易觀測的恒星 觀察它們是否有出現位移的情形 結果看到 這些彼此相距很遙遠的恒星 竟然全都規律地 以一個點為中心 放射狀散開 這就像觀察者移動時 移動方向中心點外的東西 會在視覺上 產生放射散開的現象 最後看完資料的赫歇爾 做出了一個 連他自己都不太敢相信的結論 那就是 是整個太陽系都在移動 這樣的話 好像就不小心推翻自新說 老妹 你怎麼看 賀先生 非常感謝你這段時間的照顧 不過從明天起 我就要回鄉下老家幫忙種田了 所以我的合作關係 等一下等一下 你叫賀先生幹嘛 你想切斷我們新竹的關係是不是 而且重點是 我總不知道我們家有田可以種 不是 你再想看 之前推翻地新說的錢立月跟哥白妮 他們下場怎麼樣了 要是被租酒獨怎麼辦 總共讓我們家絕後吧 那總共你給救救我啊 總點搖流後要留我吧 我男生耶 哥 其實我跟爸爸一直有一件事情瞞著 你沒有 對對對 還沒到這個程度吧 剛才那個只是假設而已 假設 好吧有道理 那我再去多少一些資料來好了 奇怪 真的有可能會偏嗎 這我快就回來了 阿明 怎麼可以說我快呢 親愛的賀鮮 你好 不過不好 拍Apple出了新的EarPods Pro 但我卻沒有錢買 我整個人都不好啦 好可惜喔 你要再花錢買信仰 你當初在買純粹券喔 不過我這個人有一個原則 就是我絕對不會把我自己的情緒 帶到朋友的身上 對了 我剛剛聽到你在說一些什麼心心啊移動啊 傻 說來聽聽嘛 沒有沒有 沒事沒事 阿蘇維你是聽得懂喔 你現在是在拒絕我嗎 沒有啊 沒有我 阿蘇維啊 我記得你是和平處理酒店 你這樣拒絕我 我會難過耶 我難過的話 那不是很不和平嗎 沒有啦 就只是在講就是 宇宙中有很多天體 天體跟天體之間他們的 太複雜了 不是吧 我什麼都沒說耶 簡單來說就是 呃 宇宙之中如果有東西在動 他們就一定是照著某東西旋轉這樣 嗯 為什麼一直是旋轉啊 為什麼它不會直直的飛出去啊 目前推測是因為萬有引力的關係 所以就是比較重的東西 它的引力就會比較大 就會吸出小的東西 比較輕的在繞這樣 萬有引力 所以也就是說像這個樣子吧 這個要做 不是嘛 你看嘛 我這麼重對不對 那我把這些輕的東西吸出來 不是很合理嗎 哎呀 而且你看 吸出來的時候 我人生的壓力瞬間就減輕了 重力也離手當然就變小了 這不就又被你把東西給吸回去了嗎 萬有引力 不是啊 那個東西 賀歇爾啊 賀歇爾 賀歇爾 我跟你一樣是個和平主義者嗎 嗯 我實在是不想因為這一點點身外之物 去破壞我們兩個之間的和平啊 蛤 你懂嗎 可是那個 好啦好啦我實在你懂了 好那今天先這樣啦 我有事我先走了 謝謝你告訴我什麼是萬有引力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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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本台記者代詞為您報導 此處稍早似乎發生了金錢上的糾紛 場面一度十分的和平 拍攝者不救 我一个弱女子我是能做什么 想要卷卷锤在胸口吗 等一下 我不是才记得你刚才要突破性别的框架 好了啦 不闹了啦 我找到的大部分资料都显示说 太阳系的确在移动着 很有可能就是绕着真正的宇宙中心吧 所以依照你这么说 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也就只有一件 没错 只有一件 那就是 找到真正宇宙中心 因为在万有引力的理论下 全宇宙的东西都是被某个大质量物体的引力吸引而公转 这也代表着太阳系一定也绕着某个质量相当巨大的中心公转 但一时之间不知道宇宙中哪里引力最大的赫歇尔 无意间看到重心云集的银河 让他联想到银河那边会不会就是因为引力很大 才有办法吸住这么多的星星 因此他假设银河的中心就是宇宙的中心 也是那个吸住太阳的指点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 他用恒星的亮度来判断恒星距离太阳系的远近 画出星星在宇宙中的位置 而他观察到 星星的确是以银河为中心对称分布 最终他提出了宇宙和太阳系 都是绕着银河中心旋转的想法 并认为银河系其实是许多像太阳系一样的系统 所组成的星期 好神奇啊 上面信来了 太好了呢贺先生 等一下现在想切割已经来不及了 而且我跟你说 如果真的出事的话 当然应该就不是有差了 也是啊 我想应该没事了 没事 Safe 你讲最棒了 人家今天晚上想要吃烧肉 好多吃吃 吃吃 全部都吃 你讲Daiski 那我去找餐厅了 哈哈哈哈 吃吃吃 等一下呢 我就每种肉都点三分 一份来吃 一份来看 一份来丢丢 yes yes 回来了吗 晚上要吃烧肉 真好呢 阿明 我跟你说 PiPo他们真的是很过分 竟然又出了一个玫瑰金典藏版 实在是 真的是 对啊 所以你知道的吗 我知道了 你真的知道了吗 你是 我是你心中的太阳 不过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量下去真的好啊 可是 这 予取予求才不是和平 只不过是放任邪恶滋长而已 可是我这么废 我怎么把他反抗啊 你一点都不废 是谁光凭兴趣地找到天王星的 是我 那么 又是谁成功推翻日星说的 你也是我 这种事情 是随便来一个人就做得到的吗 不是 所以 所以其实我还蛮猛的 其实是猛 简直是猛爆了 哎 哎动作怎么停啊 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 啊 我可是国王清典的皇家天文官 注定要名留史册的男人 你这三级平民见到我进来不跪下 其实已经跟他硬了 不是 你不是和平主义者吗 是啊 但我终于明白了 只有让别人先意识到 你敢弄我你就死定了 才能够换来真正的和平 不 你 我 你什么你啊 谢谢三十岁把之前欠我以前 全部带来还我 否则我祝你久了 再祝你离我不对 是 我知道了 原来 这就是和平的味道 在六十岁分之下 我希望你把到了 这个这段都让你三十一年 我我给你不认为 你的面目 让你去玻璃 你十一条 你爱你 你 你的面目 我给你 我看看你 还是要有一个 你 我的面目 你 你 感谢观看